在朝鲜战争中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 被我国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 正在战斗的关键时刻 作为美国小弟的印度 却突然站出来发声 呼吁我国停战 然而毛主席却说 停战免谈 务必将他们打到三八线以南 为何毛主席不顾别国劝阻 毅然发动第三次战役 而作为联合国代表的美国 竟然默许了印度的做法 他们到底打得什么算盘 其实在朝鲜战争之初 我国志愿军并没有第一时间 加入到朝鲜战场 直到1950年10月 为了保卫我国边境领土 不被侵犯 毛主席毅然决然地下令 派彭老总率我国志愿军 入朝参战 然而当时的美国 并没有将我军放在眼里 直到第一场战斗的打下 与我军遭遇的美军 瞬间被歼灭 这才让他们重新认识了 中国志愿军 不过骄傲的迈克阿瑟 并没有因此慌乱 甚至认为 我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 规模最多只有两三万人 在这样的想法下 迈克阿瑟不退反进 立刻下令 让军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然而贵为五星上将的迈克阿瑟 不先了解军情 反而想当然地去指挥战斗 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 结果不出意料 联合国军在迈克阿瑟的指挥下 节节败退 美国参谋长会议主席 布莱德雷曾评论过 迈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 被损害了 赤色中国 愚弄了这位 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 虽然迈克阿瑟 是美国的军神 但我国的彭老总 就是那世神者 联合国军 自与我军开战之后 便再也没有胜利过 更别提那天真的 推进到鸭鲁江的计划了 1950年11月25日 中国入朝作战后的第二次战役打响 此时的迈克阿瑟 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指挥失误 于是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策 妄图在圣诞节 对我军发动总攻 想要一举结束这次的战斗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 迈克阿瑟联合各国军队 一共22万余人 向我国志愿军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的他 根本想不到 这样一股力量 竟然会被我国志愿军击败 11月6日 迈克阿瑟开始指挥军队 发动试探性进攻 然而事情的发展 自然不会像迈克阿瑟所期望的那样 彭老总收到情报后 立刻下令 以全部兵力抵抗 诱敌深入 主力向后转移 带敌深入后歼击 随后 我国志愿军开始洋装逃跑 迈克阿瑟见状 仅有的一点犹豫也消失不见 立刻下令 开始全面北进 而此时的联合国军 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噩梦 朝鲜战争中 迈克阿瑟嚣张的性格 让他错估我军实力 然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 将会是我军的凶猛攻击 11月24日 在彭老总诱敌深入的计划下 迈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 立刻向北进发 企图在圣诞节前 结束这次战争 随之而来的 便是我国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开战的第二次战役动 最辉煌的一次战斗之一 看到联合国军已经进入了我军的包围圈 彭老总立刻下令 对敌人发起反击 第38军1130 以最快的行军速度翻山越岭 抢在美军装甲部队之前 抵达了预定目标点 这一行动直接切断了联合国军撤退的路线 果不其然 联合国军刚刚踏入包围圈时 周围立马响起漫天的炮火声 子弹如雨点般飞向联合国军 在如此激烈的攻势下 迈克阿瑟立刻下令全军撤退 然而我军的计划 根本不是迈克阿瑟能够想到的 撤退路线上 更是有不少志愿军早早的就等在那里 但敌人为了逃命 在八辆坦克和十余门大炮 以及飞机的掩护下 多次向松鼓峰阵地发起冲击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国志愿军就像钢钉一样扎在原地 化解了敌人所有的攻势 最终这次阻击任务被圆满完成 撤退的美军被悉数歼灭 历时29天 志愿军一举将美军赶退至三八线附近 不仅打破了美军的攻势 还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然而 此时战败的美军还没说话 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 却突然跳出来 在国际上呼吁 中国必须停止战斗 而美国也顺着这股停战热潮顺势而下 提出了停火谈判的要求 尽管这次的朝鲜战争 并没有这11个中立国什么事 但可以想到的是 中立并不代表谁也不方 只是看你够不够强 付出的利益够不够多 所以 在联合国军把朝鲜部队击退时 这些中立国才没有站出来发声 就是因为畏惧美国的实力 然而在我国志愿军展现出实力后 不想承认失败的美国 只能在印度替他们发声后 借个台阶下 但开战容易 停战就不是一方说的算了 并且美国的停战阴谋 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一个不愿意的就是中国 毛主席随即下令 想要停战免谈 把他们打到三八线以南 朝鲜战争时 我国志愿军自加入战场后 便将美军打得节节败退 然而狡猾的美军 想要依靠假装停战来积蓄力量 继而对我国发动猛攻 不过这样的轨迹 被毛主席一眼看破 并且下令绝不停战 一定要将他们打到三八线以南 任何一个明眼人 都能看破美国的阴谋 但在那些中立国的要求下 还是与我国达成了协议 开始谈判 但我国早就多次声明 凡是没有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 而被联合国通过的一切重大决议 尤其是关于亚洲的决议 中国一概认为是非法且无效的 而联合国秘书长 以及印度、英国等代表 不止一次地询问我国 怎样才能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时 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第一 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第二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第三 关于朝鲜问题 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第四 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 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反动政权 第五 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 准备对日合约 如果这些要求能够被采纳 那么中国就立刻停战 其实 这些要求并不是主要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并没有被打服 也就更不可能同意这些要求 1950年12月22日 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之前 周总理公开发表声明 如果美国不从朝鲜半岛撤军 中国政府得不到联合国合法席位 那么这场战斗将永远不会停止 在12月31日晚 我国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动第三次战役 经过短暂的准备后 第39军1160仅用了一分钟 便突破了敌人铸剑的防线 而联合国军将要面对的 便是志愿军的穷追猛打 随后的两次战役中 我军成功将联合国军 打退至38线附近 随着第三次战役的结束 美军的阴谋也被直接粉碎 而停战谈判的请求 也从美国嘴里直接说了出来 不过这次依旧不是真的想要停战 狡猾的美国不可能因为一两次的打击 就放弃自己侵略的本性 双方想要坐到谈判桌前 就必须通过一次次的打击 让美国知道我们的实力 抗美援朝 美军从傲慢到惊慌 从轻视志愿军到震惊我国实力 一切变化的原因 都是源自于我国志愿军的一次次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 无愧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如今我国实力不断增长 其他国家依旧没有放弃对我国的针对 图国我相信 未来的我国会更加强大 让一切来犯之敌有来无回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